前面那裏還有一個公廁 都是托進魚塘這裏 這裏的村的公廁都還未製造 很多都已經改造了 這個塘都是養魚的 中間有一個屁崩 崑陽隔堂村1號 走進這裏有很多魚塘 村裏有幾個水塘都在養魚 不過這個水塘都有一個公廁 都是在唐邊的 你說這些魚 如果你知道之後敢不敢吃 在唐晚這個隔堂村 景色很靚 很靚 這條小路 越往村裏走就越多這些 泥牆、泥磚的老屋 左手邊這些就是很粗糙的青磚老闆 雖然這裏離開平很近 二十多公里 附近又是學生很出名的工業區 那這些樓 也是平時空置在這裏 有很多黃皮樹 小小棚都結了 這些青磚很粗糙的 但是都是很傳統那種村屋的結構 這些屋估計都是幾十年的樓齡 後面就一片大公地 停車庫的小陽樓 前面就有一個大廣場 這些公廁是新改造的 它就不是在唐邊的 它是有化分池的 不是直接排入水塘那裏 野積神位 有一棵神木古蓉 原來我看到有停車庫的這座樓 就是隔堂村的文化樓 都是他們村的善長人翁 都是姓默的 默氏 捐之興建的這個文化樓 這個球場都是善長人翁出錢 興建的 我就走到球場 這裏基本上就是村的後面 稻田都是被人承包的 哇這裏紫山很大片這些和田 很快天黑了 晚下慢慢都消失了 開始準備天黑了 路燈都亮了 哇這些渡谷很粗壯 今天我在學山紫山鎮 崑陽村位下面的這條隔堂里的 視頻分享就到這裏 多謝大家的收看和點贊 感謝大家關注和訂閱 下期再見 拜拜